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学习LICE中的这个命名空间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LICE中的作用域 那么作用域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LICE中,LICE的作用域与编程语言中的这个作用域的概念呢,非常的相似 首先呢,它会在局部去查找我们的变量和混合 如果没有找到,那么编辑器呢,就会在负元素,负作用域中去查找 那么一之内推 那么这个作用域,这个知识点呢,比较简单 那么同学们只需要搞懂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在这里呢,我给出了这样一段代码 我们把代码呢,来进行一个复制,然后进行分析 好,我们拿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中 然后将上一节课的代码呢,进行一个覆盖 好,我们全选,然后Ctrl V,进行覆盖 那么当我们覆盖之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定义了一个color 那么,这样一个color变量,它的值呢,是这个白色FFF,对吧 然后往下呢,是这样的一个混合,对吧 这样一个混合 那么,这个里面呢,好,有什么呢 有这样一个,定义了一个这个BGcolor的这个宽度 是50个像素,然后里面呢,有一个这个A,对吧 有一个链接,那么链接的颜色呢,使用到了这个color的这样一个变量 这样一个变量 那么在这个A里面呢,我们并没有定义这个变量,对吧 并没有定义变量 而是在它的这个负元素,好,BGcolor里面呢,定义了一个color 等于FF0000,然后在负元素之外的这个全局里面呢,也定义了一个color 等于白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涉及到一个作用于问题 它到底是选择全局的这个,还是选择它这个负元素中的这个color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进行一下编译 编译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哎,它所使用的是谁呢 是它的这个负容器,负选择器中的这个,这个变量,对吧 这个红色 好,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在它的这个上面 再定义一个这个变量color 定义一个这个color这样一个变量 我们定义为什么样式呢?为这个绿色 好,定义为绿色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它会选择谁作为它的这个,好,这个值呢 好,那么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对吧 我估计它可能是什么呢?是绿色,对吧 同学们,觉得呢?好,它其实呢就是绿色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离它最近在它的这个当前作用域里面 好,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当前作用域没有 它会去找谁呢?去找它的负极 好,找负极 那么负极里面呢,是这个bgcolor 它有个这个红色 如果负极里面没有 那么它会到全局中去搜索 好,找到这个,是用白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应该就是白色了,对吧 应该是白色了 好,那么还有之前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在后面,在全局中 在最后面定一个红色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使用谁呢?好 那么它会使用最先的,对吧 最新的,最新的就是什么呢?红色,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执行一下编译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红色,对吧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作用域 这样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呢,非常的简单 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